今天来到日本大阪的第二天 一大早就开始我们的自由行啦 日本的厨房用品好漂亮 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他们的碟子 这里一条街都是卖厨房用品的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 一路上走 我们都见到很多自行车都紧急的拍在边上 还有见到很多人都是骑单车 单车都紧急的拍在马路的两边 长长的单车线 他们是有一个架子放在那里放上自行车的 你看一下 这些单车放在这里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一大早就有交警在这里指挥啊 地上很干净 一点垃圾都没有 楼房上都挂着广告牌 这些出租车我以为是警车 看上去是不是很像 他们的广告牌都是树饭的 现在十一点了 这里还是这么安静 就是这里啦 这里一条街都是卖厨房用品的 对于我这个喜欢做饭的人来说 这些是我最喜欢看的 我来到这里应该十一点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全部开门 只有开了八层 一条主道很窄 但是两边的店铺非常的大 有的还是两层的 这一个是烧烤炉吧 在家里烧烤挺方便的 日本出名的大道 每一条购物中心 他们都会挂着这种灯笼 这里是全部卖刀的 进去看一下 见到这些刀觉得好像很危险 其实他们的价钱也不是很贵 日本的刀应该是出名的吧 想买一把 但想到上飞机不可以带刀 那就放弃了 再前去看一下 我想找一些局房用品 和其他地方不相同的地方 但是我走了很长时间 都没有找到我要买的东西 你看这个店铺刚开门 这里全部是碗和碟子 日本的碗和碟子是非常的漂亮 可惜我坐飞机不可以带上去 这个店铺全部是卖碟子和碗的 快来看一下 好多碗 每个样品都不相同 太漂亮了 都是我想要的 你看这些碗 好漂亮哦 里面这些工具 太多了 这些应该是用木来做的吧 可惜了 我带不回去 你来看一下 是不是太漂亮了 怎么办呢 好想买哦 这一个我也喜欢 但是它那个价钱有一点贵 你看一下 它是漏下去的那个水 非常的干净 这里有说明的 用来过水过咖啡过茶都可以 42块美金 280人民币 好看 好像对我没有什么作用 再看其他的 这里也是卖碟的 这些是假的食物 看上去是不是好像真的一样 日本制造这种假的食物是非常的逼真 这样看我还是第一次看 他们的主道路是不是很窄 这一间卖的是厨房用品 这是一个机器人在这里卖广告 看一下 卖什么 这条街写的是道具屋金商店街 全部中文写的 所以来到日本 英文不会没关系 它这个日文写的一半中文一半日文 猜我们都会猜到是写的是什么 这个汤匙很大 这些水果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是真的 还想去买呢 这个鸡腿就太大了 我看他吃一个月都吃不完 走到这里这一条街基本上都走完了 这个是自动卖烟机 刚才那个一样 但是这个就是卖烟的 他们这个是怎样下单的 逛了一个早上中午吃个面条 我们要了一个10号和4号 现在就在机器那里按一下10号和4号 在这里放钱 首先要找到刚才我们要的号码 找到我们要找的号码 首先放钱进去 它这个是500日元 它这个机器闪亮 再按一下10号 它那个单就出来了 现在再按一下4号 票也出来了 零钱也在另一个出口出来了 买好票我们就进去了 里面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 里面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 小小的房子 一排的凳子 找好一个座位坐下来 票还没有给他 首先他就送我们两个饭团 我们坐在边上看着他们在做 就像公开的厨房 你看到他们在这里做面油炸 但是我们没有觉得有油烟 也没有觉得有水放在这里随便你喝 好漂亮哦 看到好像艺术品一样 他们的汤都很清淡 看上去没有油 另外一碗也来了 来到日本一定要来吃一下这个胡冬面 乌冬面 在日本是比较出名的 这个面一碗3块5美金 比在美国吃平太多了 人民币25块 这个是牛肉乌冬面 这个面糯糯圆忍的 很新鲜 吃起来特别的滑 这两个饭团是送的 那个饭特别的圆 这个饭团也应该是刚做的 非常的新鲜 上面还有一些芝麻 香香的 一边吃面条一边看他们在这里工作 你不会觉得无聊 我这一个是炸鸡蛋面 刚才见他们在那里炸鸡蛋的时候 觉得就好想吃 这个鸡蛋非常的漂亮 黄色的蛋黄 蛋黄不是很熟 对我来说刚刚好 特别润滑 来看一下这个无冬面 软软的 你觉得是非常的新鲜 它那个汤不是特别热 温度是刚刚好的那一种 我觉得日本的服务是特别的贴心 吃吧后我们就继续逛街了 这样的小店在日本很多 但是这个价钱在日本是比较平移的 我们来看一下 之后我在日本几天都没有再找到这么平移的餐馆 这些卖饮料和咖啡的版卖机 在日本非常的多 我们来试一下 这是100日元 将钱放进去 再按一下我想买的咖啡 出来了 这么冷的天喝一杯咖啡 在日本不要随便掉垃圾 在日本不要随便掉垃圾 日本大阪一个比较出名的景点 黑门市场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 它是一个菜市场 也有一些日用品卖 但是这里最出名的是海鲜 来这里都是为了吃海鲜 但是都有一两间卖日用品 日本的小物品很多 这些钱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他们很多都是来自中国 后边那里都会印有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我们买东西的时候 然后日本很多零钱找回来 500以下的都是硬币 所以想买一个袋子用来装零钱 这个颜色还可以的 用那些硬币来试一下 可以放个卡 也可以放硬币 挺不错的 那就买一个 我们再过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是卖袜子的 还有一些厨房用品 日用品 它那个价格不是很贵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的 这里的餐馆好像没有纸巾 就买一包吧 我见到这些小物品我就想买 因为它是一块两块的 觉得很平移 这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就是穿在凳子上面四个脚 我又买了一个 这样的店铺在日本很多很多 价格也是一块两块 比任何一个地方卖的都平移 而且它的品种太多了 现在去付钱了 看一下多少钱 我买了七个品种 我们用那个车卡来付费 付了钱我们就继续逛 这里有卖菜的 有卖水果的 有卖花的 但是品种不是很多 店铺也不是很多 这里还有花卖 这些花有一半 我都不认识 你认识几个 这些我都没有见过 这些花好漂亮 看一下它那个价钱 150块钱日盐 1块钱美金 7块钱人民币 价钱平移吧 这里是10块钱美金一包 贵了一点 现在终于来到卖鱼的地方了 上面挂着一个大大的灯笼 写着黑门 这一个你知道是什么吗 四身河团 一碟12块钱美金 84块人民币 你看到吗 它们上面写的都是中文 来这里的游客 有一半都是来自中国 我在这里走路的时候 隔壁左右都是说普通话 这是特有名的 牛肉 海胆 还有鲜鱼饭 还有鲜鱼饭 这个虾12块钱美金 带子也是12块钱美金 这两个我结婚 这两个我结婚有一点贵 全部是游客 这条家应该不要叫市场 应该叫做石家 全部都是市区的 这一个品种 我来到日本的第一天 就是在潮市那里买过 这个海胆15块美金 红下35块钱美金 而美国比的话 这里是比较平宜 你看到我想喜欢吃的 三文鱼卷 12块钱美金 84块人民币 太多选择了 我都不知道想拿一个 三文鱼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三文鱼 老板在后边过来了 这些500日元 找我500 这些500日元 找我500 这是三文鱼和吞奶鱼寿司 三文鱼上有三文鱼籽 发装里面有酱油 还有芥末 还有芥末 将芥末和酱油搅拌均匀 来试一下 这个三文鱼寿司 不必那里 又有两个人在那里吃 这个三文鱼 的肉很厚 鱼子也很大 这些寿司都是比较新鲜 这一个是吞奶鱼寿司 这块三文鱼也很大 通通的 好新鲜 尝试一下我们继续去找其他的 这里的海鲜太多了 我不想吃包 再看一下有其他的再买来吃 这里的品种太多 都不知道想吃哪一个 这个袋子 我觉得好像有点贵 这个鲑鱼 八十块美金 五百六十块人民币 他是活了 这个借钱好像比我刚才买的还贵 这些贵 这些贵盒类 都是用来做刺身的 这个线背很大 你看一下 像我的手掌一样大 这个海胆 见到就想吃了 这些可以尝试的 都是一些酸的食物 酸黄瓜 酸红萝卜 酸菜 酸瓜酸菜在日本是比较出名的 对我来说味道还可以 一点酸一点甜一点辣 熟一中等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平一的 这个店铺卖的是放筷子的小饰物 非常的可爱 这里的品种真的很多 炸大虾 是一个品种 一只虾就是3块5美金 人民币25块钱 这个价钱不知道你们觉得怎样 两个鲜豪和刚才的虾一样价钱 这个是海胆 太多了 这是现买现做的 这里也是一样 现场做刺身 他那个鱼放在冰箱里 你要拿一块 他就给你拿一块 一条家 只有这一家有饮料 现炸果汁 我们也要了一杯 3块5美金 25块人民币 这个杯子挺可爱的 只有半杯 一杯都不满 里面真的连冰都没有一块 这个果汁还是挺甜的 一点都不酸 特别好喝 每一天来这里的游客很多 我听他们说的 不是普通话 有的是广东话 中国香港台湾 很多人来这里 反而我很少见到有白元 这是日本最出名的贴板牛肉 如果你喜欢吃牛肉 来到日本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种牛肉 找些去哪个地方买都是比较贵 所以来到日本这里 算是便宜了 这里还有一间水果店 这里买一个橘子 70千美元 4块9人民币 就一个 这么大 草莓在日本也是比较出名的 我见到日本的一些蛋糕店 都是以草莓来做主题 日本早钱和付钱都很奇怪 付钱和早钱都会放在这个盆子里 以前放在他手里 他不会接你的 他说放在碟子里 这些是用水果做的糖水果和原料 切好的水果 这里有一间四参 按下去炸隔还是可以的 一间一那个是鲍鱼 这个是鲍鱼 这个是鲍鱼 那这个是鲍鱼 这个是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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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鲍鱼 一鲍鱼 一个是鲍鱼 1200元 草莓 大红鱼 这个团 可以我会吃吗 来看一下 多少钱 1650日元,14块美金,100块人民币 来看一下我们买了什么 一盒三文鱼刺身,一盒鲍鱼刺身,一瓶啤酒 就三样东西 鲍鱼挺大的,有拳头那么大 切得非常的薄 特别新鲜 又鲜又脆,好甜 很好吃 三文鱼有6块 又很厚,很长 这样的三文鱼才好吃 你看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很新鲜 新鲜的三文鱼 你可以闻到它兔油的香味 太多了 这个路很窄 无论任何时候,它都是这么多人 现在还不是星期天星期六 但是这里90%都是来旅游的吧 我又见到想吃的 每一个店铺卖的食物我都想吃 实在是太诱人了 他们的店铺很漂亮又很干净 你看到那些食物,你就好想去买 看下去特别的新鲜 这条街除了去的还有其他卖的 有些小超市,好像这一间卖的就是面条 日本的面条都比较出名 来日本有很多人都是为了来这里买东西 如果日本东西在其他国家都在这里买 这里是比较平移的 这也是日本出名的小吃 我也特喜欢这些小吃 特别好吃 做出来的样品非常的漂亮 特别吸引人 这一个是2块1美金 8块钱人民币 我现在在排队付钱 你看他们的钱一定要放在这个碟子里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吃 绿色的,黄色的 这个是抹茶 里面就是糯米粉 这一个里面也是糯米粉 外面这黄色的就是花生粉 我特别喜欢吃这一个 这也是一个超市 很多海鲜 牛肉 四生和寿司也有很多 这些全部都是现卖现吃的 我们过来这边看一下很多 这里一盒一盒的都是 炸豆腐包里面有饭团的 都是现卖现吃 全部都是今天做的 日本吃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冷冻的 所以你买回去打开就可以吃了 品种太多了 都不知道买哪些 过来看一下这个 好漂亮哦 好想买哦 价钱还便宜 不贵 好漂亮哦 品种太多了 品种太多了 都不知道想买哪一个 这里全部都是今天做的 非常的新鲜 这一个比较简单 不想吃 还是喜欢刚才这个 今天晚上的晚餐就在这里选择了 就这些吧 太漂亮了 但是这一边也有其他的 哇哦 怎么选择呢 这么多 你看 还有这些 还有这些 哇哦 怎么选择 太多了 不知道想哪一个好 这里这些全部是刺身 你能告诉我买哪一个好吗 这些卖的他有写的 可以生吃 这些又回去切的 麻烦一点 这个也是生吃的 你看他这里写到的 这些鱼就要煮的 这边还有水果卖 里面这些就是月桩 来到日本就是买买买 这里也有些甜酸食物 可以试一下 日本很多种甜酸的食品 你看这些 太多品种了 还有小鱼 都可以尝试一下 在里面还没有买到什么 就在外面再看一下 还有什么可以买的 这里也是大虾 寿司 这里的月桩也有很多卖 很多店铺在这里 这就是日本最出名的小丸子 他现在放在中间的那些是鱼 但是他这个榨钱我觉得还是比较贵 这个小丸子很受欢迎的 他还没有做好 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等买了 到现在晚上的晚餐还不知道吃什么 还是回去超市里买吧 今天晚上就吃这一个吧 10块钱美金 70块钱人民币 我觉得来日本在超市里面买这个 寿司是应该比餐馆的便宜 这一个比较便宜 8块钱美金 56块人民币 还买了几罐啤酒 还有水果 现在就带回去酒店去 我们已经逛了一天了 从早上出来 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这一条街很多餐馆 一路都是餐馆 小小的客友特色 很多都是酒屋 日本人喜欢下班了 去酒屋那里喝杯酒 每一个餐馆门口的各有特色 非常的漂亮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酒店了 看一下刚才我们买的寿司 两盒总共18块美元 130块钱人民币 盒子里面都有 这个是姜 还有酱油 芥末 将酱油和芥末一起搅拌均匀 我来日本一个星期 我是准备每一餐都不相同 这一个是三文鱼寿司 哇好漂亮 三文鱼的颜色特别的厌色 看上去很新鲜 这一碟是刺身 6个品种 打开盒子 你是闻不到鱼的腥味的 这个鱼太厚了 切了厚的鱼才好吃 这个是虾 我最喜欢的虾 非常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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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要来一罐啤酒 这个三文鱼子 红通通的 看上去又有一点透明 我喜欢吃寿司 因为那个芥末和酱油 特别的好吃 来日本第二天的行情 就到这里了